今天一鍵搞定一鍵收證 一鍵讓你的朋友知道你在哪裡 然後一鍵你還可以錄音 這樣可以吧 可以 保護自己 保護自己 好 我先介紹兩個是警察那邊的APP 一個叫做110的視訊報案 那這一個最好 你不要把它放在手機的桌面 你可以自動定位 甚至於同時可以錄音收證 而且就算你不發出聲音 還可以默默報案 警察就會馬上知道你的位置 他就會趕過來 那怎麼做呢 很簡單 直接進來 你看我已經下載好了 110視訊報案 然後這個時候他有說 使用前要將手機定位服務 Wi-Fi行動服務 日期時間均為自動設定 本APP才能取得你所在的位置跟時間 第一次使用或更換SIN卡 請在設定個人資料的時候 頁面要輸入你的手機的電話號碼 而且他說該號碼要跟SIN卡相同 才能取得你的坐標位置 記得喔 他說本APP僅適用09開始 好 來 那好了以後 你就要先選擇說 我已了解並且同意 你看他就要你輸入你的資料 我來輸入一下好不好 然後另外呢 我有看到一個是 他這邊有一個重要提醒 你可以提醒受理的警員的特殊狀況 他是有個貼心服務 但一般目前應該還是不用提醒才對 還是我寫說 我是PIN哥 可能會被爆那個謊報 也是喔 然後這邊有個緊急聯絡人 他說呢 這緊急聯絡人你可以設定 就是使用110視訊報案的時候 本APP會將你的GPS連同你的設定的個人位置 傳送到警察的受理的報案台 好完成 哎唷各位 他現在正在自動定位位置 而且下面有個視訊播出有聲 跟視訊播出無聲 就在這裡了 各位非常重要 這個好用的耶 好險我下載 然後呢 剛剛這個APP呢 其實因為我第一次輸入會比較麻煩 但後來你只要點開APP以後 下面你就可以自己 比如說你要無聲報警 但你在報案過程中 如果你真的無法發出聲音的話 那你還可以用文字的話 他這邊有一個就是說 你可以按下那個P 比如說我很危險 無法發出聲音 你要完成 警察那邊你就會知道 他就會趕過來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APP呢 是這個叫119報案APP 這APP呢一樣 一開始呢 你要去輸入你的個資 就是你的電話 然後你的姓名 然後你的聯絡人 也都可以先把它寫進去 那一樣你點開以後 像我剛剛已經輸入完成 這個時候呢 他也是透過自動定位的方法 119人員也會抵達地鐵 所以呢 如果你是通常人士的話 可以透過簡訊來做報案 所以這個也蠻好用的 他也可以簡訊報案 救護報案 甚至於火警報案 都可以透過這個 而且下面還有你自己 常用的聯絡人5個 自己都可以把它先寫進去 其實這個都是算是 很快速的那個連結的方法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呢 真的要做收證 假設是在車上的話 就把車門全部鎖住 開這兩個APP 我覺得至少警察那邊 馬上第一時間都會知道消息 再來 如果你是iPhone用的話 他有一個SOS的緊急服務 那這緊急服務 你可以看到要設定 然後設定以後進來 SOS緊急服務 這邊 然後這邊呢 就有一個就是 你可以自動通話 他會拨打到緊急的服務單位 那甚至於呢 下面有個緊急聯絡人 那怎麼做呢 很簡單 現在假設是配畫面碼對不對 然後你就這邊 右邊的這個開始鍵 加上音源鍵 一起來 好了 這邊就有一個SOS緊急服務 手錶也可以 這是我Apple Watch 這邊是錶罐 錶罐下面這裡 有個按鈕 常按它 SOS緊急服務 所以如果你有Apple Watch iPhone的話 都可以開啟它的緊急服務 那除此之外 如果你有時候呢 可能要談判 然後要收證的話 那你是不是可能要錄音對不對 那你要錄音 你總不能 手機拿來 光明正在那邊說 等一下喔 我要錄音啊 放進來對不對 好沒有 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用快速的方法 因為我們有教過 在背後輕點 手勢 然後呢 就可以啟動 怎麼做呢 我現在教你 你就點開捷徑 然後這邊的右上角的加把按下去 然後呢 這個加入動作 直覺性 你就寫個錄音 好 它跳出來了 你就選擇錄音 選擇然後這個顯示角 都把它點回去 你知道為什麼嗎 這邊有個地方 開始錄製喔 你把它喬成即時就好 那這個OK以後呢 這邊有個加對不對 錄音我要幹嘛 儲存嘛對不對 這時候呢 它儲存 它就有一個儲存檔案 你把它點下去 點下去以後 他說一開始在iCall雲碟 麻煩 下面有一個詢問儲存裝置 這邊把它關閉 這個時候 在有一個目標路徑這裡 輸入一個 AECORD OK 這個時候呢 你就按下一步了 給它一個名稱 你就寫錄音 選擇錄音以後 按一個完成 這個時候呢 回到什麼地方 回到呢 我們的設定裡面 這邊有一個輔助使用 然後這邊有個觸控 觸控呢 往下有個背後清點 目前是關閉 有把它打開 比如說我點三下 那點三下呢 你就往下滑 滑到 它有跟那個Siri連動 欸 找到了Siri捷徑連動 在這裡 這邊有個錄音 按下去 這個時候完成 就這麼簡單 好 那我們現在呢 點三下 是不是 他現在已經在偷錄你了 如果我今天碰到的狀況是 我不想讓壞人看到說 我拿出手機來這邊 再死 一樣回到捷徑 右上的加把按下去 然後呢 這邊有個加入動作 他就出現一個撥打電話 撥打電話就選下去 選下去以後呢 他說打給聯絡人 你要打給誰 然後我們剛剛是說要打給110 你可以自己設一個110求救的那個聯絡人 那我們今天設一個 我們設我們後製 假設打給這個後製節 這個其實就是我設定的110或119 好了以後呢 你就按下一步 好這邊寫一個求救兩個字 OK 我輸了求救對不對 完成 那這個時候要到哪裡 點進 設定設定設定 到背後清點 設定那邊我要點幾下 兩下 因為我剛三下的是什麼 後錄音嘛 要設定 點兩下 然後呢 我們就選擇什麼 一樣 到我們剛決定下面那邊 有個求救 這個時候搞定 我們來試一個看看 你看 播出去了 今天這一集可以吧 有幫到大家嗎 很多的方法 沒有 對不起 對不起 我還有一個還沒講 就是尋找了 我跟你講 這尋找你把它放進來以後 這邊有個開始分享位置 按下去 然後你就可以選擇加 我就加一個助理 好 這個時候助理出現以後 選擇助理 然後就是按傳送 這邊就會跳出來囉 說你只分享一個小時 還是當天結束 還是永久分享 但我哪知道我什麼時候會發生緊急狀況對不對 永久分享 啊 我知道我什麼時候可以取消他 我跟你講你分享完以後呢 你還是可以取消的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 這個時候你開始與助理分享你的位置 我說好 這個時候助理的手機 他問我說 你要不要跟你分享的位置 好 我跟你講這個時候 其實當你已經分享完了以後 助理的尋找裡面呢 就可以找到我 好 我手機放在旁邊 來助理 有我也 一個人頭 一個人頭 就他了 你在發生緊急狀況的時候 大家也可以第一時間就知道你位置在什麼地方 甚至於按下去有SOS也可以 吸吸連絡